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 我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今天就要,应该说在我说话的时候呢 有可能,我想想啊 有可能正在召开,也有可能还没有即将召开 就是全世界的G20峰会 也就是20国高级峰会 这个峰会呢,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是通过视频的形式来召开的 感谢现在的网络时代 虽然说在特殊的时候 大家不能够进行人和人之间的近距离的见面 但是呢,我们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 通过视频的形式或者音频的形式进行交流 就好像你此时此刻在观看我的视频一样 我想说的话,我能够很准确的传达给你 甚至于呢,我还可以做直播 和大家进行虚拟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比如说昨天早晨10点钟 我就和广大的所有的观众就见了一个面 做了一个直播 当时呢,有近700人参加 那今天早晨呢,我又做了一个直播 和成为我的会员的会员朋友们 进行了一个专门的直播 那这个直播呢,有四个人参加 有可能呢,不止四个人 因为呢,是先后不同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两个人参加了以后呢 哎,有一个退出了 有一个又补充进来 那我看到两个人实际上是三个人 那后来呢,又有两个人退出去呢 哎,又有两个人进来 现在呢,虽然说仍然显示 两个人实际上呢,已经有五个人在看我直播 所以它显示四个人 我最多看到了显示四个人参加我的直播 但是呢,有可能会多于四个人来参加我这个直播 这就是一种网络时代它的方便之处 使得我们的交流呢,不停止 甚至呢,有很多人 他们的工作也不停止 比如说加拿大的总理 最近呢,因为加拿大总理夫人 她感染了,确诊了 然后呢,她就需要隔离和治疗 现在不太清楚 她治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两天呢,有一个小视频在网上流传 说那是加拿大总理夫人 她的症状呢,严重了 她正在咳嗽的不停 她提醒大家呢 千万千万不要存有侥幸的心理 一定要注意不要抽烟 要注意 我现在呢,非常非常的难过 她在这个视频里面说 从她说不要抽烟的这一点呢 我就觉得好像说 她不是这次的疫情的一个病人 她有可能是别的病人 那我要说的是呢 这个小视频 传播这个视频的人呢 还嫁着注解 说这是加拿大的总理夫人 其实不是 在电视上 经常会看到加拿大总理夫人 她还是出镜率还是蛮高的 因为呢,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夫妇呢 都属于颜值比较高的那一类 不仅我们的总理呢 非常的帅 然后她的夫人呢 也非常的漂亮 口才也相当的了得 经常会出来上镜 经常出镜 经常还说几句话 进行演讲 因为呢,加拿大是双语的国家 加拿大的政治人物呢 他们都是会双语的 那加拿大的总理呢 和她的夫人 因为他们是双语的 这个人啊 如果你会说多种语言的话 你这个多种语言 他会互相的影响的 你像加拿大的总理和她的夫人 他们都会说法语 然后呢 法语这个口音 对她英语的口音呢 也有一定的影响 就显得她英语的口音呢 不那么纯正 法语的口音呢 也不那么纯正 但是呢 他们两个的语音里面呢 有英语的口音 还有这个法语的口音 她没有英国的口音 她是加拿大英语的口音 因为他们都是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的 那在那个小视频里面 那位女士呢 有着蛮重的英国口音 但是呢 她还不是英国口音 我听她不是英国口音 应该是澳大利亚口音 那那位女士长得呢 跟加拿大的总理夫人很像 但是呢 她不是 那个小视频 哎我现在就花了一点篇幅 来讲她了 就是那个小视频里面呢 她不是加拿大的总理夫人 这有点差出去了 那回过头想说呢 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加拿大的总理 也不得不自己自我隔离 自从她的夫人呢 确认了以后 那她就在家里面隔离 在家里工作 通过网络 跟大家进行交流 跟她的幕僚们进行交流 跟她的这个政治对手们 进行交流 跟观众们进行交流 跟加拿大的人民进行交流 在家里面工作 是网络让我们现在呢 有了这么一个好处 有了这么一个便利的条件 好 这个二十国峰会呢 他们今天或者是今天 稍晚一点时候 让北美的那些呢 能够起床 他们会召开这二十国的峰会 这个二十国的峰会呢 是由七国峰会演化而来的 之前呢 只是有一个七国峰会 后来有八国峰会 慢慢呢 就发展到现在呢 是二十国峰会 说是二十国峰会 其实还不止二十国 它是有十几个国家 再加上欧盟 欧盟呢 作为一个整体参加进来 那就是二十方峰会 自从这个疫情发生以后呢 尤其是最近 欧洲沦陷 美国沦陷 更多的国家沦陷 有186个国家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全都有了感染 那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都在跟这个病毒 做英勇的抗争 因为呢 来势凶猛 大家呢 就应接不暇 这个医疗物资呢 谁平常也不会囤积 那么多的物资 中国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也有一点手忙脚乱 也有一点认识上的一些弯路 走了一些弯路 但是呢 因为有中国走在前面 中国比这个事件呢 早发作了有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两个月当中 这个世界就看着中国在和这个病毒进行作战 这个事件呢 如果那会儿大家有所准备的话呢 其实应该不要光看着 但是人啊 真的是你回头看看 你就觉得好像你应该 中国在那争取时间的时候 你那会儿就应该做好准备 你为什么在那袖手旁观 什么都不做呢 你为什么要把中国走过的路再走一遍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呢 确实是谁都会这样来指责这些政府 对不对 但是呢 当这个事情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呢 真的它就是会这么发生 我自己呢 也有一个亲身体会 就是呢 因为我是在1月17号的时候呢 就来到了中国 来到中国以后呢 在23号中国就封城了 那我17号到中国的时候 其实我也知道中国在发生这个疫情 但是呢 就是没有足够的重视 就没有想说 哎呀 会不会说 我有危机意识 我应该戴口罩啊 我到了北京机场以后 我应该防护啊 我应该戴口罩啊 我甚至戴口罩也不够 我应该戴护目镜啊 或者我来中国之前 我应该想到说 哎 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的口罩会不会不够用啊 我是不是应该从加拿大戴一些口罩来 但是 你事后你想想 好像说 你那会儿应该有足够的警惕性 但是没有 没有 没有人有这个警惕性 那我17号到了北京以后 哇 天下太平 没有人戴口罩 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情 完全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那直到23号武汉封城以后 然后呢 全国都进入了一个戒备的状态之后 到那时候 人们就在说 哇 我要戴口罩 然后到那时候 这个口罩在一抢而空 那那时候呢 我儿子就想到说 哎 你们在中国现在 口罩一抢而空 非常的溃乏 非常的紧张 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你们寄一些口罩过去呢 让你们在中国用 对吧 都想到了这一层 但是呢 因为在中国 当他让我们准备口罩的时候 很幸运 我手里也有了一些口罩 再加上呢 因为我到中国 我又不工作 我又不用去上班 出去 出门呢 也没有那么的必要 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 哎 我这个口罩 就这些口罩就足够了 我当时还跟大家 说给你们看 我的一盒子 两盒子的口罩 足够用了 我们全家都足够了 因为我就是跟父母在一起 对吧 我们四个人都不怎么出门 所以足够用了 我跟我儿子说 不用 不用给我寄 我们足够用了 但是你看看 在那个时候 就算是像我儿子这样的 能够想到说 哎 你在中国会不够用 我从国外给你寄过去 能够想到这个 但是 就想不到说 哎 随着时间的退移 中国过去以后 国外也蔓延了 也发作了 那他们也需要口罩 他应该买一些口罩 给自己一倍日后所用了 但是想不到 你现在想想看 好像当时应该想到 但是就是想不到 就是想不到 那现在呢 就造成了这世界 这个局面 每个国家呢 就显得非常的被动 以至于中国人就觉得 特别的委屈 中国人就觉得 我做这么大的牺牲 来给你们争取时间 你们不好好珍惜 就把这些时间都白白的浪费了 那中国呢 有一些人就指责美国 那美国呢 也觉得非常的冤枉 他也觉得非常的委屈 那确定你 确定你中国给我争取的时间 你哪里给我争取的时间 什么的 他觉得他好像 还一步一步也没耽误 对吧 现在呢 我们回过头来 就能看到 像当初 最初最初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人 陈秋实啊 还有其他的几个人 我忘记了他名字 还有一个著名的作家 挺大岁数了 那个叫方方的 还写什么 疫情日记啊 挺大岁数了啊 就不停的来指责中国政府 那我们现在来说 如果当初中国政府犯了错误 那我们看到 现在哪一个国家犯的错误 不比中国当初的那个犯的错误 还要更严重一些呢 哪一个国家不严重一些 你还得考虑到说 中国是第一个来面对这情况 这个情况突如其来 就到了中国的面前 可是在其他的国家 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发生了 并不是突然 一个新的东西就到了他们面前啊 对不对 如果说中国政府 值得指责的话 那国外所有的国家 真的是都太值得指责了 对吧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G20的二十国峰会的这个秘书团 他们就认识到这个G20 这二十国峰会 他们身上所肩负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把大家团结起来 团结起来 团结就是力量 大家在一起来共同的应对 这个共同的敌人 而不是各自为战 更不是互相攻击 这才出现了现在这个G20 按说这个G20的峰会呢 它是每年开一次 它是有计划的 那2019年大家都知道 在2019年的6月28号 29号两天在日本的大阪召开 当时呢 习近平也去了 这个川普也去了 对吧 习近平呢和川普还见了面 那那个峰会完了以后呢 川普还去了板能店 和北朝鲜的金正恩还见了面 对吧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那那是2019年的大阪 在2019年大阪召开会议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主办国 下一次开会主办国 这个权力呢 就交给了沙特阿拉伯 按计划 在2020年的11月 大约是11号吧 11号12号 一般来说是开两天 在2020年11月 大约是11号12号 这两天 会在沙特阿拉伯召开 那现在呢是2020年的3月底 距离那时候呢 还有10个月的时间呢 还没到开这个峰会的时候 那现在呢 就提出来开一个特殊的会议 这个特殊的会议呢 主要是两个议题 或者说一个大议题 两个小议题 一个大议题呢 就是大家要团结起来 来共同面对疫情 使得全球的经济呢 不要崩溃了 这是最关键的 中国受到这个疫情的打击的时候呢 很明显 中国停产这一两个月 已经使得这个世界经济 受到了严重影响 那之后 全球中国以外的地区 差不多都沦陷了 还有这个世界的第一经济大国 那就是美国 美国它倒下了 对全世界 包括中国 都是一个重大的影响 这个事情呢 不应该让它发生 大家应该团结起来 共同来对付 这是第一个议题 那还有两个小议题呢 就有两对国家 应该化干戈为玉帛 那是谁呢 一个就是围绕着石油价格大战的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他们两家之间呢 因为油价搞得针锋相对 使得这世界上的油价呢 面临着大波动 非常的不稳定 造成经济不稳定 虽然这个对于中国来说 这是一个大好事 油价大跌 这是大好事 但是呢 对于世界来说 不是一个什么好事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 本来双方的贸易战 就使得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 关系非常的紧张 这两个大国之间的 关系紧张 造成了经济的不确定性 造成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现在呢 又加上了一个疫情 刚才呢 我接了一个电话 给我打断了我的思路了 总之呢 一句话 就希望这个G20的分会呢 能够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齐心协力 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但是呢 我觉得最大的障碍 团结在一起 最大的障碍啊 可能不是中国 也不是其他的18个国家 而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 那就是美国 最大的障碍就是美国 因为我刚才说了 这个G20呢 G2020国峰会 来自于7国峰会的 虽然现在有了一个20国峰会 但是7国峰会 仍然还是有的 那在星期二 或者星期三的时候呢 7国峰会已经召开过了 在这个7国峰会上 就他们的7个国家 都达不成一致 为什么说达不成一致呢 就是因为美国 美国坚持 坚持他们自己 对这个病毒的一个命名 他不听从联合国的命名 坚持他的命名 非得叫成是武汉肺炎 虽然说川普已经改变了 已经改口了 但是呢 他的那些团队 蓬佩奥什么的 仍然是一定要坚持 所以这个7国峰会呢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其他的6个国家 就不答应 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我就说 20国峰会呢 可能也够呛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